世尊释迦摩尼 摩尼即寂寞与其建议 释迦摩尼佛的名号 什么意思 释迦是什么意思 摩尼是什么意思 这都是凡语 释迦翻作中国意思 是仁慈 叫我们对待别人要仁慈 摩尼翻成寂寞 对待自己 对待自己要寂寞 或者是寂静 要亲近 对别人要大慈大悲 对自己要亲近寂寞 这就是释迦摩尼佛 这些是普通常识 我们都要牢牢记在心上 有人问你学佛的 释迦摩尼佛 这释迦摩尼什么意思 你能讲得出来 释迦摩尼佛不是别人 是自己 释迦是慈悲心 摩尼就是清净心 平等心 佛的名号是标发的 以教修行 以这个名号 自己好好修 自己变成释迦摩尼了 你就成佛了 阿弥陀的名号 这是凡语 翻成中国的意思 阿翻成无 弥陀翻成量 无量 佛翻成觉悟 无量觉 无量觉是一切祝福的通号 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呢 于是我们就明白了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把所有释放三世 一切祝福 通通通念到了 一个都不漏 还包括未来佛 这些众生将来成佛 通通是无量觉 在极乐世界 当年的法藏比丘 他成佛 就选用这个作法 一切祝福的通号 所以念这句佛 所以念这句佛 一切佛全都念到了 一切佛全都有缘了 佛都有缘人了 我们念这句佛 我跟一切祝福 跟一切祝福通通通有缘 所以这才您能够分身 到一切祝福 我查图去拜访了 去访问了 有缘吗 念阿弥陀佛就有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